海外网10月13报道,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在回答,今月俄罗斯、费加罗奥等媒体提问时称,美国企图通过其叙利亚盟友非法在诱发拉底和东安建立委政权,他认为美国的做法完全是非法的。 经过多年激战,叙利亚政府军已收复绝大部分失地,仅剩下伊德利普与库尔德人控制区没有完全收复。 虽然库尔德人控制区占叙利亚面积近三分之一,但与伊德利普的武装分子相比,库尔德人的态度相对温和,暂时的主要诉求是高度自治。 此前,由于叙利亚政府忙于与胜利阵线,伊斯兰国以及美国支持的反政府武装作战,对库尔德人采取了策略性的忍让态度。 与此同时,由于土耳其与库尔德人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,叙利亚政府一直保持着十分克制,赌土耳其人会出手干预。 从结果来看,叙利亚政府的策略无疑十分有效,也独断了。 在美国的支持下,库尔德人独立倾向越来越严重,离建国只有一步之遥,看到叙利亚政府对此始终无能为力。 按捺不住的土耳其人最终拨刀相向,不惜与美国人发怜,也要打击库尔德武装。 特朗普政府反复权衡利弊,最终不得不与土耳其人妥协。 任由土君围剿库尔德武装,为了避免被彻底消灭。 库尔德人只好选择向越利亚政府妥协,并不再把独立作为自己的主要诉求。 同时与美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,还派人夫莫斯科参加越利亚问题大会。 8月第9月初,叙利亚在俄罗斯空天军的支持下,集结了包括正规军、民兵、真主党武装、雇佣兵等在内的数十万大军,准备向伊德利布审发起进攻。 由于库尔德武装控制区名义上,还承让叙利亚政府的管辖,而伊德利布审则不是,所以这一战也被称为最后一战。 为了阻止俄式联军发动这一战,特朗普立声警告俄罗斯和顺利亚,不要鲁莽的攻击伊德利布审,并重重地强调,不要让此事发生。 然而,强然普京并不为所动,坚持按计划发动进攻,俄罗斯与西方军队双方调兵潜将,剑拔弩张,一度陷入冲突的边缘。 美国与西方的威胁并没有改变普京的态度,可关键时候土耳其的态度,却让俄罗斯的坠心发生了动有和逆转。 伊德利布审治战即将爆发之际,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突然放话,表示不支持俄式联军的行动,借口是担心发生人道主义危机。 当然,背后的利益勾对我们不得而知,解决许利亚问题,土耳其城市也许不足,但要办事绝对有余。 普京不怕美国,但绝对忌惮拥有地利的土耳其,看到埃尔多安改变了主义,普京也迅速改变了策略。 他在与土总统埃尔多安通话后,一致决定在伊德利布省,建立非军事区隔离交战双方。 伊德利布的战斗虽然暂告一段落,但绝利亚的各方势力,并没有因此消停。 10月12日,土耳其方面在对美国作出妥协,宣布释放牧师布伦森的同时,却向其美帝霍尔德武装发出战争威胁。 而几乎与此同时,俄罗斯外长的发言,禁止库尔德,如果说双方事先没有协调很难让人相信。 重要的是,随着伊德利布战士被无限期推迟,叙利亚政府解决库尔德人的问题,便摆到了桌面上。 相信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,叙利亚政府与库尔德人的矛盾,将会越来越尖锐。 严正,多家自媒体,在平台抄袭而反军事的文章,给我们造成很大困扫。 如果有需要,请光明正大的联系本号管理员开白名单。 不易,谢谢配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